不张国将不国 那如果一个个寡怜贤耻 贪污无度 胡作非为 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 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而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国民党是这样 共产党也是这样 这是毛泽东的一段话 那作为一种政治德性呢 勤俭廉政的核心意思是 以最小的花费 和这个最公正的管理 来谋求人民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这个意思呢 可以分两层来说 我们先说最小的花费 做一项工程呢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有些方式呢 会花费很多金钱和资源 有一些方式呢 则可以节省很多金钱与资源 那我们自然应该选择 花费最少的那种方式 因为呢 节省下来的金钱与资源 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 以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点呢 本来是常识 但是很多人 他把勤俭与吝射抠门 混为一谈 吝射抠门的人 我们称为守财奴 守财奴呢 是拜金主义者 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 把金钱当成人生的 唯一终极目标 大学 中国古代的一本经典 说 人者以财发生 不人者以身发财 守财奴呢 就是以身发财 而不是以财发生 勤俭这不一样 其目的 他虽然是在积累财富 但这不是勤俭的最终目标 勤俭的最终目标 是良好生活 包含快乐 知识 友谊 亲情 道德等等 作为一种政治德性 勤俭的最终目标 是使人民过上良好生活 财富必须使用 并且使用得当 才能帮助人民 实现良好生活 如果官员 一味追求积累财富 不愿意花费 很显然就会阻碍 人民实现良好的生活 中国古典小说 鲁林外史 第五回 第六回 有一个主要人物 叫严大玉 他是广东省高耀县的 一位贱生 他有一个哥哥是贡生 兄弟两个人关系不好 分家的时候 所得的铁母财产是一样的 但是严贱生 因为勤俭 他这个家业 要比严贱生硬实 严贱生在临死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片段 他迟迟不肯断气 从被单里面 伸出两根指头 两位侄儿和奶妈 均未能猜中 他的这个意图 最后呢 他的一个小妾 这个猜中了 这个小妾说 爷 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为那灯展里 点的是两镜灯草 不放心 恐废了油 然后呢 这个小妾呢 就将灯里点的 这个两镜灯草呢 挑掉了一根 严贱生 这个时候才肯断气 他临死的时候呢 要节省 节省这个灯油 不是因为 啊 节省这一点灯油 能让他人生 最后一刻变得更好 那他也不是因为 这个能帮助他的家人 或者朋友过得更好 而仅仅因为 他想节省一点点小钱 他呢 至死都为了金钱活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 会觉得可悲又可笑 那如果一个官员呢 像严建生一样 只求为国家节省开支 而不问这种节省 是否有助于 改善人民的生活 那么呢 他只是一个守财官 除了最小的花费外 勤俭廉政 还涉及到 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 就是最公正的管理 廉政不等同于不贪污 那不贪污只是廉政的一个 一个最低要求 一个必要条件 但它绝对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呢 不贪污可能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懒政 懒政呢 不是廉政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 身在岗位不作为 拿着俸禄不干事 雍政 懒政 戴政 也是一种腐败 有一些人呢 自己学人不贪污 但是呢 忍人以不公正的方式 让某一些人得利 比如仅仅因为喜欢某一个人 就让他获得 某一种特殊的利益 这也不是廉政 廉政呢 它意味着公正的管理 历史上 公和连 注意通常是放在一起的 明代河北省 无极限限令 郭云里 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 叫《关真》 他说 利不畏五言 而畏五连 明不服武能 而服武功 功则明不敢欺 连则利不敢慢 功声明 连声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